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完路 这个社会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 我们所听到的不一定是真话 我们所看到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相 我们就拿财富这件事情来说吧 我们看到身边有些人呢 是开着豪车住着别墅 看起来他是非常的有钱 但是很有可能他身上连100块钱的加油钱都没有 我们别不信 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 在外面看似是光鲜亮丽 实则是痛苦万分 所以呢我们不要过于的攀平 也不要过于的羡慕别人 做好自己放平心态 更不要被身边有钱人的假象给迷惑了 不然到最后只能是本职的工作 没有做好别人的事情我们又做不来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旅网友在网上埋怨 说自己在过年期间参加了一次同学聚会 这不参加不要紧 一参加以后啊是气不打一处来 原因就是在同学的聚会上 他看到了一个曾经学习很差的同学 如今是混得如鱼得水 开着一辆几十万元的好车 还在市区买了一套豪宅 在听到他们谈论 某某项目一年就可以挣到百二八十万的时候呢 他的内心已经是非常不识自为了 回头再看看自己的老公研究生毕业 毕业以后进入到了一家失业单位工作 每天朝九晚五的上着班 拿着六千元的月薪 他除了懂方程师以外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那这点工资除了每个月的房贷 孩子的学费 父母的赡养费用以外 家庭开支还是要精打细算 日子真是过的是捉襟见肘 连买个车的钱都没有 自己每天还要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那结果是越想越心酸 越想越来气 越想心里边就越不平衡 那回去以后就把自己的老公给臭骂了一顿 对这位女网友 我想说的是 首先别人有多么成功 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没有见到他之前 不也是过得挺好吗 为什么现在内心就不淡定了呢 那即使他真的有这么多的钱 你也无需羡慕 因为你只看到了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是你却不知道别人曾经有多少次的心力交瘁 接近崩溃的边缘 有多少次临近破产 站在高楼大厦上 只差那么一步之遥 你在羡慕别人财富多少的同时 别人却在羡慕你的安然自得 悠然甜尽 其次你所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相吗 那生活当中有很多人都是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那当然你不能怪别人是娇柔造作 只能怪当下这个看脸的社会风气 他们不打肿脸充脸胖子 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所以呢 你在羡慕别人的财富 却不知道别人背后的债务 在上期视频当中 我有讲到 真正的有钱人是没有负债的 那结果他的房子是供的 车子也是供的 收入更是不稳定的 那这些财富啊 都是过眼云烟 你又何必要和自己过不去呢 再者过于表现假象的行为 其背后往往都会设有陷阱 如果你过于天真相信的话 那只能证明你的心智还不够成熟 在几年前 深圳有一个叫做什么财富弟子班 6.8万元的入会费 其会员全部都是开豪车住别墅 身价数千万元 只要你入会以后 他们就会告诉你如何白手起家 通过两三年的时间 让自己身价是过千万元 那结果学员是多的数不过来 我有几个朋友就加入了这个所谓的弟子班 进去以后才发现 其实就是制造财富的假象和银行借钱 然后呢 再拆东墙补西墙 搞所谓的资产投资 用别人的钱来买房 买车 买地皮 坐等升值 然后再从银行借更多的钱出来 我当时就说过 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做支撑的话 三年以后啊 这其中大部分人都会破产 果不其然 三年左右时间 我就听说里边有很多的学员 豪车和别墅都被银行收回拍卖了 最后还是那句话 不要被身边有钱人的假象给迷惑了 那实际上 他们很有可能都是难以维持生活的 那当然 我们说这句话的目的 并不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 而是要告诉大家 认清自己 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 来走着自己的道路 那每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又能做什么 我们又能够承受住什么 我们自己心里边呢 一定要清清楚楚 那其次 我们不仅要看到其表面 我们更要看到其背后的真相 那如果冲动 贸然 亲信 和自我否定的话 那么一定就是我们要开始走弯路的时候了 你身边有这样看似很有钱 实际上则是穷困潦倒的人吗 那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我们就